大家好,我是小秋 阅读前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点订阅 您的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 那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吧 朋友阿兰离婚了,这让我很意外 因为她已经40多岁了 女儿也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 一家三口本来挺幸福的 想不通为什么就离婚了 阿兰长得挺漂亮的 虽然40多岁了 但还是长发披肩,身姿窑 穿着连衣裙和高跟鞋 背后看上去像20多岁的姑娘 很多男人都迷恋她的背影 说看了有某种冲动 阿兰年轻的时候追求的人很多 但她嫁给了家境平平的吴伟 除了吴伟长得帅以外 还因为她能说会道,讨得阿兰的欢心 年轻的女孩子 谁不喜欢帅哥的甜言蜜语呢 婚后,阿兰生了一个女儿 她在家带女儿,吴伟赚钱养家 一家人的生活虽然算不上富裕 但也温馨幸福 吴伟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阿兰 她对阿兰说等以后赚钱了 一定要让他们母女过上幸福的生活 女儿上学以后,阿兰也出去找点事做 因为没有文化和技术,也只能打点零工补贴家用 那时候他们还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 后来小叔子娶老婆了,他们就搬出来租房子住 吴伟说想自己做一点生意 靠这样打工,想买一套房子太难了 阿兰也非常支持老公 他们手上没有本钱,就向亲戚朋友借 筹了三万块钱,搞了一个皮鞋外加工 阿兰和老公一起在狭窄的棚屋里做鞋子 刚开始创业是非常吃苦的 他们常常要干到凌晨一点 大部分的时间都泡在加工厂里面 一年以后,他们还了债,还赚了一笔钱 阿兰的老公说要扩大规模,也招了几个工人来做 在他们夫妻的共同努力下 他们的外加工厂变成了一个厂 生意越做越大之后,吴伟也变得更加忙碌了 常常都忙到半夜回来 有时候应酬回来,喝得醉醺醺的 吐得到处都是,阿兰还要给他收十一的狼籍 有了钱以后,吴伟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 本来就长得很帅的吴伟也成了女人们追逐的对象 身边有了阴阴阴阴,吴伟开始轻飘飘起来 有时候对阿兰说话也变得不耐烦了 有几次半夜三更,阿兰听到吴伟在阳台上和别的女人打电话 甚至还偷偷出去 阿兰知道,现在的吴伟已经不是当初眼里心里都是他的吴伟了 或许他该想开一点吧 有钱的男人都差不多 只要吴伟没有提离婚 只要女儿还能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面成长 其他的委屈他也就咽下了 阿兰38岁的时候和丈夫分居了 成了别人口中说的白天好夫妻,晚上好邻居 吴伟说自己晚上回来太迟,会影响阿兰休息 所以自己搬到了四卧去睡觉 对此,阿兰也没有说什么 想起当年一家人挤在狭小的出租屋里睡觉 虽然房子很小 但是一家人天天都在一起 屋子里充满了笑声 女儿上高中了,住校 家里就剩下阿兰夫妻俩 白天两个人都在厂里忙 晚上就够睡个的,互不打扰 阿兰没有什么文化 生意上的事并不能帮什么忙 所有的进出账也没有经手 他只是每个月从吴伟手上拿两万块钱 所以到底他们这个厂里一年能赚多少钱 他也不知道 吴伟越来越放纵自己 以前还会背着阿兰打电话 到后来明目张胆地当着阿兰的面和别的女人打情骂俏了 有一次,吴伟在外面喝醉酒回来 阿兰给他换衣服的时候 发现了他胸前几个鲜红的唇印 在他的包包里面发现了一盒安全套和一个跳弹 阿兰不知道跳弹是什么东西 就偷偷地用手机拍下来发给我看 我告诉阿兰那是跳弹 就是男女之间调情用的 我以为是吴伟买回家和阿兰用的 所以并没有往别的地方想 因为阿兰是我们朋友圈里面的富婆老板娘 是我们羡慕的对象 所以我根本没有想到 他的夫妻关系已经亮起了红灯 阿兰听了我的解释 心里刀割般地疼 因为他们夫妻结婚十几年来 老公从来没有和他一起用过情趣用品 记得有一次家里来了朋友 吴伟喝了酒 等客人走后 已经危罪的吴伟突然来了兴致 就把正在收拾碗筷的阿兰强拉进卧室 不顾阿兰的拒绝强行要了她 可是过后 吴伟却嫌弃地说她躺在床上像死鱼一样 一点情趣都没有 阿兰是一个传统的女人 她觉得夫妻之事就是应该含蓄的 她不会什么姿势 刚开始结婚那几年 吴伟也没有说什么 可后来吴伟总说她没有情趣 而且她发现吴伟的花样也越来越多 阿兰心里明白 吴伟已经被别的女人调教得不一样了 她心里针扎似的疼 但是为了不影响女儿高考 她还是默默地忍受着 她不想女儿在单亲家庭长大 因为自己就是单亲家庭长大的 阿兰五岁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 爸爸和妈妈大吵了一顿 妈妈就离家出走了 后来再没有回来过 妈妈走了以后 爸爸天天酗酒 根本不管阿兰 阿兰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后来阿兰知道妈妈是外地的 嫁给爸爸以后嫌爸爸没有本事 所以离开了这个家 作为单亲家庭长大的阿兰 从小就被人看不起 她的内心是自卑的 长大以后 虽然追求她的人很多 但她都没有自信心 所以在吴伟的甜言蜜语攻势下 她选择了家庭贫穷的吴伟 她觉得有钱的公子哥不靠谱 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 阿兰不想离婚 怕会影响女儿 所以她对于吴伟的日渐冷淡 也保持了沉默 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 是她最后的坚持 然而 阿兰的想法还是错了 女儿高考后 吴伟就向她提出了离婚 阿兰苦苦哀求 说女儿还在读书 等女儿成家了再离婚吧 不要影响女儿的婚姻 吴伟见阿兰不肯离婚 干脆搬了出去 只在女儿放寒暑假回家的时候 吴伟才回来住一段时间 两个人过起了分居生活 阿兰也不在协厂里上班了 自己出来找了一个家政的工作 从老板娘变成了一个保洁阿姨 她觉得在厂里 做一个名义上的老板娘 还不如自己出来做点事 离婚是迟早的事 所以她必须尽快适应别的工作 女儿大学毕业 在本城找了一份工作 吴伟也终于向阿兰提出了 最后的离婚要求 她说她马上准备结婚了 对阿兰说 你不要阻止我的幸福了 她愿意给阿兰一套房子 和50万块钱 阿兰也同意了吴伟的离婚要求 他们已经分居6、7年了 女儿也毕业有工作了 她终于可以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 离婚后 阿兰用50万块钱 开了一家家政公司 做起了老板 在她的细心经营下 顾客越来越多 生意也越来越好 她重新找回了自信 阿兰虽然已经是半老徐娘 但风韵有存 再加上事业有成 追求她的男人也很多 这次 阿兰不再那么轻易相信男人了 她觉得与其 把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 不如靠自己的努力 给自己迎娶幸福 阿兰说以前没有离婚的时候 对男女之事并没有那么需要 但离婚后 有时候一个人在孤寂的夜里 身体也会莫名的 有强烈的需求感 可是她对男人 已经不再相信了 她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缓解自己的生理需求 我建议她买一个振动棒 用着方便 比男人更安全可靠 阿兰到我店里 买了一个强力振动棒 我教她怎么使用 和清洁保养 阿兰看着手中的振动棒 脸色飞红 说看着比男人那玩意更有吸引力啊 矜持的阿兰说出这样的话 让我觉得很惊奇 想想她确实也很久没有和男人在一起了 可能真是需要滋润了 阿兰拒绝了身边男人的追求 一心埋头于事业 男人们背后议论她 说她被前夫伤害了 已经忘了自己是一个女人了 需要男人的滋润了 只有我知道 阿兰经常半夜的时候 到我的店里来买情趣产品 她换了各种款式的产品 她说有我这样一个朋友真好 单身后的阿兰 反而活得更自信了 她有了自己的事业和目标 她觉得没有男人的日子 反而更清静 也不必再为男人争风吃醋 她不再换得换尸 她也相信自己 能给女儿一个美好的未来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欢迎在下方留言 小秋会尽量满足您的需求